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还是照样练习 26岁的陈国明 5岁就开始练西塔琴 他的弟弟国骏 小时候也练过 不过最终喜欢上的却是塔布拉谷 我12岁以前弹了几个琴 就是好像西塔琴 吉他琴 钢琴 还有一个沙肉就是一个北印度的琴 我觉得弹得不太好 我爸爸讲我用鼓的方式来玩这些乐器 所以他决定 现在我给你试试看塔布拉谷 因为大多数的西塔企业们就是塔布拉 所以他讲因为哥哥在弹西塔了 好 弟弟就弹塔布拉谷 之所以这样安排 兄弟俩的父亲其实也有其他考量 从小我不会分清那些底线 就每次重获 所以我老爸就讲 这乐器会帮你冷静 会帮你成熟也是 我本身就是比较内向 所以我爸爸就把这个鼓交了给我 因为鼓大多数就是大声 所以这样我的生命也是可以更平衡 国军坦言 起初自己并不太喜欢塔布拉谷 但后来他越玩越上手 而且还得了奖 这让他感到特别有满足感 更重要的是 因为有机会和爸爸哥哥同台表演 过程中也加强了彼此的感情 塔布拉谷不是只是塔布拉谷 这是音乐 对我们家庭来讲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可以加强我们的关系 而刚当上爸爸的国民 则希望从父亲那里学来的音乐 能代代相传 我的女儿她每天看到这些乐器 现在这些变成她的玩具 她比较喜欢玩这些东西 因为她这样子 我觉得很开心 所以她长大后可以跟她一起分享这些音乐 音乐不只是联系着亲情 还承载着梦想 两人的父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就曾经同朋友一起成立了一支 名叫Flame of the Forest的乐队 为了表达对父亲的感激 兄弟俩决定继承这支乐队 并找来另一位好友一起玩音乐 最近还出了EP迷你专辑 我们的那个EP 有自己写的那些音乐 但是有一些我们是从八十年代拿来的 我爸爸讲 这是我们的那首歌 你可以放在一个EP里面 新的Flame of the Forest 跟旧的Flame of the Forest 都在一起现在 你知道吗 印度音乐是以口传新兽 为主要的传承方式 也就是说 他们的曲子是不用乐谱来记录的 那么印度古典音乐有哪些分类 国民和国君两个人所玩的乐器 是从哪里来 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印度古典音乐最早可以追溯到 公元前1500年 当时和社会及宗教活动关系密切 据说它后来随着佛教东传 不只是影响中国唐代的乐舞 还影响日本的雅乐 东南亚的传统音乐 13世纪起 印度北方和南方的音乐文化 开始出现差异 北方受到回教文化 及波斯音乐的影响 渐渐成了一种宫廷音乐 和具有印度教浓厚色彩的 南印度音乐相比 风格大有不同 而西塔琴 则是北印度音乐的代表乐器 西塔琴有很多种 所以你要看是从哪一边的学校来 我们在讲它的上面线也可以 有六线 七线 八线 用来制作西塔琴的材料也非常特别 这边这个白色的是一个鼓来的 有时用那些鹿的脚 有时它们是用装置 还有木 通常鹿的脚声音是比较好 这个底下是用南瓜做出来的 这个南瓜它们放一些药水 不要给那些蚂蚁 或者那些蚂蚁去吃它 这边上面就是普通的木 通常演奏西塔琴时 总会看到塔布拉谷的身影 这个塔布拉谷是用铁或者铜 来做成它的身体 上面是羊皮 那右手这边就是木 右手是treble 高音 左手就是bass 低音 就是这样 塔布拉的技巧通常就是用手指的 可以看它的手指真的动很多 好了 今天的晨光第一线就播放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有什么有趣的故事题材 还要提供给我们 或者对节目有什么意见 可以电邮我们 让我们知道 也欢迎浏览八频道新闻 及时事节目网站 和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这一度关于一个非常充实的周末 我们星期一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